我是林小小 希望以后能多多指教 中年男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林小小虽然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也没有放在心上 而且她的心里也有点乱 见她没有问题要问 于是便礼貌地点了点头 转身回到房间里 你回来了 汤烟正坐在堂椅上 看着一个厚厚的剧本 这是 如你所见 这部戏是即将准备开拍的 我有意想把你接下来 不过 主要还是看你的意愿 汤烟把手中的剧本 放在林小小的手上 你先看看剧情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先熟悉一下女二号 好 林小小接个剧本 看了一眼名字 发现剧本叫 你笑起来很甜 是最近很流行的电竞剧 现代的 她大概看了一眼 女二号属于那种 比较单纯 没有什么心机 但是又很搞笑的角色 而且很毒蛇 在女主受到欺负的时候 就会挺身而出 属于女主的好闺蜜系 在剧里也有自己单独的感情线 属于那种 演好了就很有可能会红的角色 好 我可以试试看 嗯 你下午应该没有什么戏份吧 演完了 那就好 我们先回趟公司 你可以准备一下试镜的事 我和那边导演先交涉 嗯 好 林晓晓对这样的安排 也没有什么意见 两人坐着保姆车 回到了公司 哎呀 晓晓你回来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我们都好几天没见了 好想念你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很想念我的偶像 晓晓 你是准备好接新的剧了吗 晓晓 顾林热情的声音 不断在耳边响起 简直是和他贵公子的形象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林晓晓 凡不胜凡地捂出了耳朵 吓一时地朝着另外一边看了一眼 哎 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他眼神当中 忍不住闪过一抹惊讶的情绪 这个中年男人 不正是 哎呀 小小女神 我看见你实在是太激动了 都忘了介绍了 这个人 就是我们公司新签约的艺人 叫做冀州 上次啊 我还给你打电话 让你介绍几本新人看的书的 原来是这样 林晓晓一阵恍然 原来他当时介绍的书 就是给冀州的 他没想到 公司新签约的艺人 居然是他 你好 我们才刚刚见过面 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林小姐 原来你们见过了呀 也是 都是一个剧组的 孤灵看着眼前这一幕 眼神当中闪过一抹一样的神色 不过 很快就笑着说道 嗯 我还要去看剧本 就先走了 林晓晓点了点头 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而是朝着中年人的方向 点了点头 就和汤烟一起离开了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的号码 他不禁脸色一变 然后走到一边接起了电话 你拜托我的那件案子 有进展了 真的吗 电话里说可能不太方便 找个地方见面说吧 好 蓝天咖啡馆 我马上到 温室 林晓晓走进咖啡馆的时候 身边还跟着汤烟 抱歉 我来晚了 柳云穿着黑色竖脚裤和皮衣 裹鞋着一阵风声走了进来 杯子碎裂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林晓晓下意识地 朝着身边汤烟的方向看了过去 却发现 他正飞快地低着头 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碎片 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个口罩 把脸部遮挡得严严实实的 汤烟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汤烟没有说话 而是飞快地 朝着林晓晓的方向摇了摇头 眼神当中 竟然带着一抹 慌乱和哀求的神色 这是 怎么回事 林晓晓愣住了 她还从来没有在 一向都很淡定的汤烟脸上 看到过这种表情 趁着柳云还没有走到 两人面前的时候 她悄悄地朝着汤烟点了点头 示意汤烟不问慌张 汤烟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低着头 坐在角落里 柳云走过来坐下 就开始讲起正事 她说的有很多都是专业名词 听不太懂 但林晓晓能明白 意思就是 想要告林家 已经找到了很多证据 剩下的 只是时间问题 真的麻烦你了 刘律师 啊 没事 柳云摆了摆手 视线却悄悄地 朝着坐在一边的 一个女人身上飘了过去 然后忽然愣了愣 刘律师 那么我们接下来 还要准备什么 我去做准备 暂时不需要什么 我还有一点事情 没搞清楚 不过我相信 我们很快就可以 做你想做的事情了 柳云也跟着严肃了表情 视线却不听话地 又朝着那个女人的方向 看了一眼 林晓晓的眼神里 带着疑惑的神色 啊 抱歉 柳云也注意到自己 说着说着就停了下来 有些试探 脸上带着几分尴尬神色 她也不知道 今天是怎么了 看到那个女人的身影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着她一样 她总觉得这个不露脸 低着头玩手机的女人 给她的感觉很熟悉 就好像当年 这让她想起来一些 很不愉快的回忆 那个 我还有事情 先撤了 便悄悄起身 飞快地溜走了 那是 哦 那是我的经纪人 林晓晓 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她能感觉到 两人之间气氛很不自然 却不明白原因 我很抱歉 但你的经纪人贵姓 她姓汤 怎么了 难道你认识她 林晓晓愣了一下 不过这件事 就算是她不说 柳云也能从 其他地方打听出来 原来是这样 看来是我认错人了 没事 那如果按照柳律师的进度 我们应该很快 就可以提起公诉了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很快就能解决 听到很快 就能解决林家的事情 小白的治疗 也间接有了 金钱方面的保障 她的唇角 控制不住地微微盛扬 林小姐 如果没其他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我这边还会持续找一些证据作为补充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材料 也可以提供给我 好的 没问题 林小小点头答应下来 便叫来服务员结账 只是 她刚刚掏出钱包 手机就响了起来 抱歉 看到是助理葡萄打来的电话 林小小猜到可能是工作方面的事 林小姐 小白出事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看到小白 她就 没事 你别急 慢慢说 林小姐 是这样的 葡萄打在电话那边 深深地吸了口气 情绪似乎也镇定了一些 这才把这边的情形描述了一番 小白她不知怎么的就流冰血了 林小姐 这却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看好她 肯定是撞到哪里了 现在血怎么都止不住 要怎么办呀 闻言 林小小猛地站起身来 脸色苍白地可怕 怎么回事 需要我的帮忙吗 林小小顾不上回答 脸色苍白地抓起 放在桌边的包包 头也不回地便冲了出去 她快步跑到门外 打了一辆出租 飞快地报上地址 师父 请您用最快的速度赶到 我真的有很要紧的事情 非常感谢 拿出手机 给乔彤彤打了个电话 把小白的具体情况 描述了一番 乔彤彤听到她描述的情形 语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沉声道 这种情况对小白来说很危险 证明她的病情 已经在逐渐恶化 必须立刻带她来医院 做详细的检查 好 嗯 尽快赶到 我现在就在医院 不用管好了 直接到我办公室来 林小姐 是我的错 是我没看好小白 我 我不知道她体质特殊 止不住血 没事 这不是你的错 小白乖 你不会有事的 妈咪 妈咪现在就带你去医院看看 只是撞伤了而已 包扎一下就好了 妈咪 不用担心我 我真的没有不舒服 小白似乎很害怕她会伤心 开口安慰的 小白乖 林小小强忍着心疼 背起儿子 快步朝着门外走去 很快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医院 乔彤彤穿着白大褂 正站在夜色里 焦急地等待 小小 你来了 先做一下止血处理吧 乔彤彤把小白 带到病房里 先是止了鼻腔里的血 然后又进行了 一番全面的身体检查 小白乖 你刚刚表现得已经很好了 先睡一会儿吧 乔彤彤脸色凝重 却还是挤出一丝笑容 耐心地安慰着病床上 躺着的小白 我们去隔壁说吧 隔壁病房 小白他 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有找到合适的骨髓吗 乔彤彤大概地想捡了一下 检测报告上的数据 便目光深沉地看着他问道 小白的血型特殊 我知道骨髓很难找 可还是希望小白 能拥有这世界上最大的好运 尽力而为吧 乔彤彤彤 看到他的眼神就已经明白了一切 于是 语气安慰地说道 毕竟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不是努力了 就可以做到 不 一定还有办法 林小小从病房里出来 拿出手机 找到一个号码 拨了出去 喂 沙哑的声音响起 上次拜托你调查的事情 怎么样了 如果哪怕有一点消息的话 我都会通知你的 听到这个回答 林小小眼底期盼的光熄灭了下来 我知道你很着急 这边也已经加大力度去找 但那个和小白骨髓相配的孩子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我建议你最好别在我这边 抱太大的希望啊 我知道了 他挂断电话 感觉心脏在不断地下沉 拖着沉重的脚步 他走到小白所在的病房门口 小白小小的身躯 只不过是短短一段时间 就变得瘦弱不少 此刻正躺在检查用的病床上 闭着眼睛睡得正像 他小脸苍白的像是一张纸 刚刚流死 身体一定很痛吧 体检的时候 那么多血从身体里抽出来 他用力地闭了闭眼睛 不敢去想 这是他的儿子 是他十月怀胎的骨肉 他们母子两人五年来相依为命 又怎么能接受就这样失去 伴随着轻微的脚步声 乔童童面色凝重地走了过来 两人静静地隔着玻璃 凝视着小白的顺眼 放心好了 小白长得这么乖巧帅气 老天爷怎么舍得把他收回去呢 长大了之后 肯定又是迷死万千少女的小帅哥 到时候 我就是他的阿姨粉啊 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林小小吸了吸鼻子 轻轻地开口 她也很想像乔童童说的那样 但是更多的 则是要面对现实 你放心好了 我的医学博士也不是白读的 我就算是用尽我毕生所学 也要给小白好好调理身体 而且现在M国那边 有一种特效药 医院已经去交涉了 只要用那个药 小白的病情 至少在半年内可以控制住 不会恶化得很严重 今晚多亏你了 小白既然没事了 我先带她回去休息 哦 好 小小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虽然她不知道 小小想要做什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小小刚刚悲伤 却又十分决绝的眼神 总觉得是要去做一件 惊世骇俗的大事 放心 林小小听见了 她却没有回头 而是背着小白钻进车里 很快就消失不见 等她回到家里的时候 葡萄已经把房间的卫生 打扫好了 林小姐 小白没事吧 林小小艰难地动了动唇角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妈咪 我没事的 原来小白已经醒了 妈咪你不要担心 我什么都不怕 真的 我也不怕死 只怕妈咪会伤心 妈咪你不要伤心 小白一点也不疼 嗯 妈咪知道 你会没事的 无视葡萄惊讶又复杂的眼神 林小小扯出一抹 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 安慰着儿子 小白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 只是精神始终看起来不太好 林小小给她换上衣服 把她送到卧室的小床上 林小姐 你和小白没事吧 葡萄关心地走了上来 时间不早了 要不要休息 我下次一定会小心的 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 今天的事不是你的错 不要自责了 林小小摇了摇头 她没再说话 而是走到冰箱前 取出一瓶酒 打开盖子 就仰起头喝了下去 林小姐 这样喝酒很伤身 林小小不在意地苦笑了一下 用手背抹了抹嘴 我现在要出门一趟 你看好小白 不要让她出事 有事的话 及时打我电话 是 林小姐 我保证看好小白 可是林小姐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你 我没事 林小小淡淡地说道 她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拿起凳子放在脚下 林小小踩在凳子上 踮起脚 从柜子最上面 取出一道黑色的衣服 她想了想 又从桌子上 拿起一个黑色口罩 换好衣服戴上口罩 这才推开 林走了出去 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距离上次去的医院很近 她脚步飞快地在路上走着 不出十几分钟就到了 现在很晚了 挂急诊的吗 文卫眯着眼睛 看着一身黑衣 很是可疑的 林小小问道 我是来找病人的 她淡定地爆出一串房间号 又随便编了一个病人的名字 啊 进去吧 这家医院属于特级医院 存放着很多重要信息 所以 机密程度很高 她就算进得了医院 但是却只能在病人区的范围活动 因为存放着血库等数据的房间外面 都布满了监控 根本不可能轻易进去 林小小看似随意地在医院里随便走了一圈 但实际上 她已经锁定了医院的哪个地方 有什么监控 以及警戒人员 她闭了闭眼睛 在大脑当中 飞快地规划出了一条路线 只不过 这条路线需要从二楼的窗户进到三楼 然后 到五楼的时候 还要从灌木丛里面 穿过一个空中花园 接着 从空中花园的窗户 穿进走廊 就可以逼开监控和保安 有了M国的那些经历 这些都难不倒她 她曾经答应过那个人 再也不会去做这样危险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 她要食言了 随着帽子的拉下 她的身影一下子变得很灵活 像是为黑夜而生的精灵一般 她灵活地避开了监控摄像 反手打开二楼的窗户 整个娇小的身躯都探了出去 秉析把三楼的窗户打开 用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角度钻了进去 又反手关上了窗户 便朝着近在咫尺的血库走去 血库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得去 她只是看了眼那个输入密码的机器 就知道 如果输错了 一定会想起警报 她冒不起这个心 所以 她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方形的小黑块 找到开关按了一下 顿时响起了一阵 稀气轻微的嗡声 下一秒 血库的密码锁 先是闪烁了一下 然后便按了下去 她拿的是信息干扰器 这是那个人做的一个试验品 也就是这个试验品 成功干扰了密码锁的系统 血库的门开了 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里是常年空温的血库 为了把血液放在一个合适的温度环境 这里温度很低 还放着各种样式的血柜 林晓晓对那些视而不见 直接快步走到了最中间的一台电脑前 她打开电脑 进了系统的数据库 开始寻找和小白骨随匹配的对象 对不起 没有搜索结果 看到电脑屏幕上 跳出这一行字 林晓晓下一时地钻解了手心 品尝到一丝盔色 我真是尝了 为什么 就算是那个孩子遭遇了什么不幸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是已经存好的数据怎么会消失呢 林晓晓心里绝望 难道说被移到其他医院了 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几乎没有 但是为了小白 她愿意冒这个险去试试 想到这里 林晓晓飞快地按照来时的路 离开了平安医院 转而去了第二家医院的血库 可是这家血库还是没有 林晓晓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 一夜的时间 她接连去了四家医院 可是系统里都显示 没有可以配对的骨髓 难道这里 希望都没有 想到小白只有半年多的时间 她的心脏不断下沉 她沉默地转身准备离开 就连双毛都失去了神采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就在这时 她不小心碰到门口的一个黑色的东西 刺耳的警报声 几乎是瞬间响了起来 糟了 林晓晓眼神一里 飞快地朝着门外跑去 有人偷邪 站住 而与此同时 医院的灯也瞬间亮了起来 保安拿着警棍 纷纷朝着林晓晓的方向跑来 这个女人跑得太快了 报警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抓到 偷邪的人太可恶了 这些保安自然而然地以为 林晓晓潜入血库 是去偷邪的 立刻拿出手机来报警 警笛轰鸣的声音响了起来 林晓晓在大街上飞快地奔跑 她没有偷邪 可是如果跟着那些警察回去做笔录 势必会带来麻烦 就在这时 口袋里的手机去响了起来 她下意识地接起 放在耳边 给我站住 站住 再跑就开枪了 就在这时 林晓晓身后 传来警察严厉的声音 她顿时心中一紧 你在哪儿 我 林晓晓动了动嘴唇 眼底忽然带出一抹欺然 她没说话 而是决然地挂断了电话 难道就要这样被抓走了 她现在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 如果被抓住的话 整个职业生涯都毁了 尤其是小白 她要是被抓起来的话 谁来照顾她 一瞬间 林晓晓脑海当中 闪过很多念头 大半夜去血库偷血 这种事情亏你能做得出来 你知道血库里面存放的是 病人的希望吗 简直是丧心病狂 我劝你 还是乖乖地跟我们回去伏法 我没有偷血 林晓晓有些无力地摊开手 她浑身上下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不要狡辩 先跟我们回去再说 林晓晓再没有立即逃跑了 而且现在的情况 就算是她想跑也有心无力 就在这时 她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轰鸣 什么人 伴随着周围人警惕的声音 一个黑色的身影突然掠了过来 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攥住她的手 低沉又熟悉的声音响起 跟我走 闻言 林晓晓忽然浑身一阵 有些难以置信地转过头去 霍绍晴 她怎么来了 站住 伴随着身后男人严厉的声音 霍绍晴带着她接连 闯过好几个狭窄的巷口 她好像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 不断地在路口出转弯 并且专挑难走的路 林晓晓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 她真的跑不动了 而在很短的时间里 霍绍晴已经把身后的人甩得很远 她脚步逐渐停了下来 回头看她 今天的事情 谢了 霍绍晴眉头微皱 她看了林晓晓一眼 视线在她鲜血淋漓的小腿上收紧 就是刚刚不小心擦伤了而已 一点小伤 没什么要紧的 伤口必须爆炸 否则可能感染 我说没事就没事 林晓晓强行把这个话题接过 洋庄不在意地笑道 为了感谢你这次救了我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霍绍晴沉默了片刻 不喜欢吗 那就算了 不 我很喜欢 霍绍晴 她看起来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林晓晓抿了抿唇 她没说话 而是打开手机 订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三十分钟后 花园餐厅 你想吃什么菜 随你 伴随男人低沉的声音 林晓晓惊讶地发现 霍绍晴竟然低着头 修长的手指飞快地在手机上敲打着 像是正在和别人聊天 她这种性格 也会在网络上和别人聊得热火朝天吗 她不禁在心中浮起一抹疑惑 不过 很快就自嘲地笑了笑 林晓晓 你还想什么呢 这一切都与你无关了 然后在一切都好好地衣服 她在衣服 我认为薇宫